首先來看就是這次立法院的 臨時會中美中立台健康的習慣 來討論的案例裡面 這個衛生紙說 有辦法是不是可以在臨時會裡面 散託來通過 不過現在民進黨立委 有那一期說 約26條條文化有紀錄 而且這個衛生紙 對著說什麼人要來加水 要加多少這個資料 約不好好請問 看醫生早前報告輕輕錄一下 他被關閉完整紀錄 今年四月以後 衛生紙十堆的健保費進行條件 立行正義要在當地 提出健保費修正所案 要拜你這次歡迎 臨時會議定 希望你帶健保改革 會不會通過 民進黨立委批評 衛生紙不前5百分之40例的 水準資料沒辦法降落 就要通過最新菜了 有42%的你的收入沒有辦法掌握 你怎麼說這是一個 比較公平的收費的方式呢 沒有辦法掌握所有的資料 這是事實 這個不是我們健保體系 沒有辦法掌握 這是我們整個財稅體系 都沒有辦法掌握所有的所得資料 衛生紙強調 健保要改革一定要通過 不過立委懷疑 以來健保和實驗者的競爭費 關鍵的競爭 副處處的錢跟我們行李燒 都要熱熱鎖地 剩下健保費裡面 這是不合理的 今天如果我們整個國家 我們對於這個所得的概念 是有一致的 那我們就用一致的概念 不要說所得在這個地方一個 它都是所得 它只是 我覺得你的這個概念是很糟糕 衛生紙台東金共議 在三強調 健保要改革 二臺就比一致更好 不過瓜哥在中期中 二十六條 沒有議論 目前都要沒有解釋清楚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